中日钓鱼岛争端持续发酵 中日两国政府今天在东京近郊 举行副外长级战略对话 可能涉及钓鱼岛问题 而日本众议院决算行政监视委员会 就在国会传唤东京都知市石原圣太郎 和冲绳县石原市市长中山一龙 让他们说明为什么要购买钓鱼岛 听证会持续了三个半小时 但是没有任何结果 外界认为这又是一场闹剧 这次是日本国会第一次举行 有关钓鱼岛问题的公开听证会 以了解东京都政府购买钓鱼岛的目的和计划 执政民主党众议院议员森刚杨一郎 和最大在野党自民党议员夏村博文 分别在听证会上 向东京都知市石原圣太郎 和冲绳县石原市市长中山一龙等人提出质讯 但这次举行听证并不会通过任何法案 也不会审议关于购买钓鱼岛的问题 石原圣太郎趁着国会听证会的机会 继续大放决赐 アメリカさんもね 頼りなくなってね 選挙がこういう風になる時 一体大学校の指摩案があるんですか 政府にやってもらいたい 東京やるのは筋違いだ 筋違いだよ 筋違いだけやらざるを得ないじゃないですか 国会举行听证会 是要把它呢 从一个地方的行政机构的一个构想 要有意识的 把它转变成为了中央的 乃至于国家的这样一个构想 我想他们最终的目的应该是这样的 六名日本国会议员到钓鱼岛海域垂调 并考察的画面也首次爆了光 从画面中看到 多艘渔船在钓鱼岛附近航行 确认岛上灯塔及岛屿地形情况 曾拿着中国政府奖学金到北大留学的 日本众议员高一勉 也参加了这次活动 他表示 野生山羊石头 导致钓鱼岛植被退化 担心会影响该岛的生态系统 日本国会议员这次考察活动 是与日本右翼团体加油日本全国行动委员会通行 除了六名国会议员外 还包括东京都议员 石原市政府职员 渔民以及英国金融时报等海外媒体等约120人 日本政府过去不允许民间力量介入钓鱼岛 但现在民间的介入越来越活跃 参加这次钓鱼岛垂钓行动的全体人员 出发前接受了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出港检查 出发后 日本政府还派出海上保安厅的两艘大型巡逻船 全程保驾护航 这说明日本政府并不想阻止右翼的活动 反倒有与右翼唱双簧的意味 日本已经有许多议员提出来了 在如何保护鲤岛 如何保护钓鱼岛这样些问题上 他们的海上的警备法 那么在海上警备法方面有一些缺陷 那么他们还受到了一些走制 所以我想他这个行动呢 是一个要表示了海上保安厅的一些行为 另外一个应该是为他们修改海上警备法 做的一个铺垫 另外一个我想我们一定要更长远的来看这个问题 那么这一次是海上保安厅 做出了一些实际的动作 那一次的事情再发生以后 日本的海上自律队会不会出事 那么这是我们现在看来呢 未来可能出现的一个动向 针对日本右翼分子的行为 外交部发言人刘伟民 1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日本对钓鱼岛采取任何单方面行动 都是非法和无效的 从技术上讲啊 国会咨询呢 无法阻拦这个十元郑太郎的买岛 所以十元能否把这场闹剧演到底 甚至随着他真正构得了某种权益之后 实施一些比如说登岛啊 建筑一些这个标志物啊 这个必然会引起中日关系的严重倒退 这个倒是我们要预先防范的 钓鱼岛问题也成为中日两国中央政府磋商的焦点 中日第13次战略对话11号在东京近郊举行 出席对话的有日本外务事务次官 左左江贤一郎和中国副外长张志军 两人的对话可能涉及重启东海油气田 共同开发相关条约的缔结谈判 以及改善因钓鱼岛问题产生摩擦的中日关系等 此前日本驻华大使丹鱼与一郎 反对东京都购买钓鱼岛的言论 在日本国内受到批评 日本外务省为了确保安静的会谈环境 并未公布此次战略对话的具体地点